近日收到很多朋友問我關於Nursing的問題 我概括了 抽取了一些精華 去回答大家的問題 我已經得到了事主的同意 他在直播中 其實一直以來都很想做護士 今年中六 我想你拍片說做護士要的特質 以及護士的工作 希望你會拍一下 讓我們了解更多 即是說做護士的性格 你的影片真的很棒 其實一直都想你講一些 關於做護士的事情 因為我真的很想做一個好護士 可以聽到現職護士說的東西真的很難得 謝謝你 真是很謝謝你 拉姑 有個護士跟我說這麼嚴厲 他最特別感動的 我也謝謝你 他謝謝 哈哈哈哈哈哈 熟牛熟豬的朋友 你最適合做護士的東西 這些我就不會說的 只要你是水平天竭雙魚座 就像我這些油情似水的人 就最適合做護士 不過你看到病人的臀部 都會洗領他 哈哈哈哈 你覺得我是什麼性格 那什麼性格就適合做護士 是不是 我說這些人好像沒有回答過 被人打 什麼性格的人都可以做護士 哈哈哈哈 有愛心的人做護士 真是無敵 告訴你 你看到病人 都想摸他的面珠燈的 見到伯伯 或者見到婆婆 都跟他問好 先生好 校長好 各位好 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什麼性格都OK 我認真了 認真答 不要轉台 我覺得做護士 就是一份 要你很循規道具 很照本之辦事的一份工作 如果你覺得 長期做一些不斷重複的工作 是OK的話 護士是挺適合你的 所以嚴格來說 你問我是否很適合呢 我又覺得我不是很適合的 哈哈 因為我正在做 所以我就覺得 哎呀 經常都覺得自己 哎呀 做來做去都做不好的 對吧 因為我這個人又謙卑 你知道吧 我不是那麼自大 所以我總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我覺得自己的性格就不適合 哈哈哈哈 什麼啊 我覺得很不認真嗎 在Youtube裡面 拉估兩意願日常 這個Playlist 還有整大系列給你慢慢看 記得Like我Facebook Follow我Instagram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Facebook的朋友記得按搶先看 Youtube的朋友記得按平安鐘 那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新片了 有什麼關於護士的問題都可以問我 我可能會在下條片裡回答你 OK